高考后 全家一起去海边度假 妹妹忘带自己最喜欢的泳衣 非要逼我坐两个小时的车回家拿 我不肯 我爸一巴掌将我扇出血 我妈妈我不提醒妹妹 才导致她忘了 我必须回去拿 我委屈崩溃 失声痛哭 爸妈嫌我晦气 将我所在度假公寓反省 白鸣海啸来临时 我逃至无门 被海浪活活吞噬 再睁眼 我回到妹妹逼我回家 帮她取泳衣的时候 我温顺点头 我回去取 你们在海边玩得开心哦 她的声音将我惊醒 我全身一颤 惊魂未定地盯着面前的妹妹陆小野 她烦躁地抓头发 脚下是乱糟糟的行李箱 她找遍了都没找到那套 特意买来海边玩的蓝色泳衣 爸妈帮忙翻找五果 只能安慰陆小野 也催促我回家取泳衣 免得妹妹哭了 这是 我惊恐地扭头看了一眼 蔚蓝平静的大海 顿觉肌肤刺痛 呼吸困难 心肺仿佛被一只大手 死死攥住了一样 而楼下 一个坐在父亲肩膀上的女儿 正欢呼大海好漂亮 太熟悉了 一切都太熟悉了 我重生了 重生到了一家人来海边度假这一天 也重生在了白米海啸来临前四小时 此刻我们才走进度假公寓十分钟 妹妹陆小野便逼我回家帮她拿泳衣 我晕车来的时候就吐过两次了 现在要是独自打车回去 来回四小时 不知道有多煎熬 上一世我不愿 说晕车难受 给妹妹随便买一套就好了 路边到处都是 毕竟我的泳衣就是家人在路边买的 才二十元 结果我遭到爸妈炮轰 路边的泳衣能穿吗 你妹妹过敏怎么办 你当姐姐的 帮着点妹妹怎么了 我看你就是贪玩 非要急着下水 这么大个人了 一点都不懂事 他们习以为常的数落我 并且开始习惯性的比较我和妹妹的差距 比如妹妹娇气可爱 我木讷内向 妹妹能说会道 我沉默寡言 我唯有抿着嘴 一言不发 看你那个死样又装死人 难怪你只考得上破大砖 你妹妹这次高考至少上985 是未来的高材生 你呢 一个破大砖有什么用 讨个腿就是你最大的用处 你还不乐意了 我爸最不喜欢我当哑巴 所以骂声越来越读 他全然忘了 我当初为什么读大砖 或者说他没有忘 是他在我高考前夕续酒住院 而妈妈和妹妹都借口劳累无法照应 是我这个即将高考的人去照顾他的 我睡眠严重不足 高考发挥失常 只考上了大砖 家人还不准我复读 希望我早早读完大砖出去打工赚钱 全家人都没有忘记这件事 但他们都觉得合情合理 反正妹妹能上好大学就行了 妹妹开心就行了 比如妹妹高考完要来海边度假 爸妈立刻带她来了 连我都沾了光 这是19年来 家人第一次带我出来玩 只不过几乎所有行李都是我扛的 然后我还要坐两个小时的车回去拿泳衣 啊 陆小雨你聋了吗 我叫你回家帮我拿泳衣 陆小雨见我一直发呆 声音立刻变得尖锐 我思绪回到当下 肌肤依旧生寒 不由自主地远离了窗户 仿佛那平静祥和的大海 已经化作了张牙舞爪的魔鬼 谁能想到 短短四个小时后 恐怖的海啸会从深海直扑陆地 毁灭一切 陆小雨都怪你不提醒妹妹 不然她能忘吗 你赶紧回去拿 我妈开口训斥 对我怒目而逝 我深吸一口气 从对海啸的惊颤中脱离出来 我盯着妈妈心想 我为什么要提醒陆小雨 我又不知道她会忘 还有 我凭什么要提醒 上一世我就反驳了妈妈的话 结果我爸突然抱起 一巴掌将我抽翻在地 让你回去就回去 哪来那么多批话 没看见妹妹不高兴了吗 我爸指着我骂 全然不顾我嘴唇鲜血长流 这一巴掌也让我彻底崩溃 十九年了 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不明白为什么家里人要这样对我 所以我控制不住的好哭 哭得生死力竭 近乎晕倒 陆小也更烦了 气冲冲跑下楼去 她先去玩了 还让我哭完回家拿泳衣 她要在海边玩三天两夜 将我锁在房间里 不准我出门 你哭也没用 自己反省吧 什么时候愿意回去拿泳衣了 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爸妈冷哼着离开了 锁住了门 仿佛我只是一件行李 随便丢在屋里就行了 我抱着膝盖窝在公寓 心死欲绝 肩膀抑制不住的抽搐 直到傍晚 平静的大海突然波涛汹涌 潮水宛如炸了锅的废水 突天带地而来 等我发现时 百米巨浪四魔神般冲向海岸 我吓得疯狂大叫 用力拧门试图逃离 可根本拧不开 我只能冲到窗边大喊救命 却见爸妈拉着妹妹 将入车子及时而去 我分明瞧见 他们进车子前看了我一眼 不过区区三层楼的距离 他们看见我了 但是他们头也不回 眨眼跑得无影无踪 我死在了末日般的喊笑下 三 陆小雨 你哑了 我最后问你一次 回不回去帮我拿泳衣 陆小也第三次质问我 他彻底发飙 整张脸都气红了 因为我一直没有出声 我爸也立刻抱起 抬手就要抽我 上一世的一幕即将重演 我又会被拳打脚踢 然后锁在公寓等死 我忙往侧边一挪 挤出了笑容 小也 你别生气 这次度假你是主角 姐姐什么都听你的 我说着看向我爸 爸 我顺便带一瓶茅台来吧 晚上吃海鲜 你能喝点 我爸的手停在半空 脸上怒气消散了不少 这还差不多 赶紧回去吧 来回四小时 等你回来 天还没黑 能玩不少时间的 我爸收回了手 看向陆小野 小野别生气 爸待会带你去坐海上摩托 我还要坐直升机 打卡拍照 陆小野提出要求 我知道海上直升机 十分钟八百元 要是我敢提这种要求 我爸肯定给我一脚 但他立刻答应了陆小野的要求 我妈笑呵呵的竖起大拇指 小野真厉害 敢坐直升机也 陆小野得意洋洋 瞥了我一眼 他在炫耀他得到的宠爱 而我从小到大得到的 只有打骂 心脏还是脚痛了一下 但马上变得冷漠无比 死了一次的人 又岂会在意那微不足道的宠爱呢 爸妈妹妹 你们留在海边玩吧 我回去拿泳衣 我温顺离开 爸妈妹妹满意了 坐等我四个小时后回来 可他们不知道 四个小时后 潮水会诡异的退去 随后携带滔天威势席卷而来 或许是海洋地震 又或许是海底火山爆发 总之 一场前所未有的海啸 即将席卷整个度假村 我清楚的记得 海浪比我们的公寓酒店还要高 至少也有百米 而百米海啸 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2004年那场震惊全球的印尼海啸 波及14个国家 造成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了27万 而其最高高度不过51米 虽说地形和海拔 对海啸的影响很大 换一个地区 同样的海啸 未必会造成同样的效果 可即将到来的海啸 足足百米高 哪怕我们冒成地势高 山多林匿 可这百米海啸 我不敢多想 脑海里已经呈现了一片 人间炼狱的惨状 我不由急切了起来 四个小时 我该如何求生 四 我上一世亲眼见过海啸 那百米高的滔天巨浪 实在太恐怖了 所以我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那就是预计整个冒场 乃至附近的沿海城市 全部遭殃 理论上 我如果能坐上飞机 飞到千里之外 什么事都不用担忧了 但现在显然来不及了 我甚至很难逃离冒场 因为今天是高考结束的第二天 到处都是车 我们来的时候就一直堵车 这种情况下 我能两个小时回到家里 都算烧高厢了 所以不能光想着逃 我要多想想如何究竟避险 高层建筑貌似是不错的选择 但我马上否决 因为那般末日海啸之下 一切房屋都显得极其可笑 再高的建筑也会随时哄它 所以庇护所一定要稳固 要高耸 那么山 茂城的东郊 雨女风景区 最高海拔1400米 基础设施完善 上面还有道观可以避难 我以前在那里当过志愿者 对上面还算熟悉 而且它距离我只有40分钟车程 可以走高速 现在是下午两点 我抵达雨女风附近 还能囤积一些物资带上山 时间是足够的 就它了 思考好后 我也到了楼下 正准备叫车 突然看见一个装修工 提着一大包工具路过 工具包里的钉子满满当当 我叫住它 花费10元 买了一包钉子 随后我走到地面停车场 锁定了我家的车 看看左右无人 我将钉子撒在四个轮胎下面 全都是钉尖朝上 只要车子一开 必定会扎胎 届时家人疯狂地跑 车子疯狂地漏气 那画面不要太美 拍拍手 我抓紧时间赶路 必须赶去雨女风 囤货 上山 5 我叫的车在高速路上急迟 我本以为高速会畅通一些 结果该堵车还是堵车 往长40分钟的车程 这次走了一个半小时 我心里焦急 只能一路祈祷快点 再快点 下了高速后 距离雨女风只有5分钟车程了 我松了口气 看看时间 下午3点35分分 我记得 海啸是傍晚6点左右出现的 我还有两个半小时准备 我需要准备的东西不多 够我吃喝一个星期就行了 毕竟海啸来得猛去的快 我躲过第一波冲击后 等待国家力量救援即可 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如果有机会 谁不想多囤积一点物资 以防万一呢 但我一个人力量太小 时间太少 背一个星期的物资上山 已经是极限了 思索间 车子途经一片住宅区 我主动下车 直奔当地超市而去 罐头 肉干 压缩饼干 这一类体积小 饱腹感强的物资 我购买了一大包 背在了背上 随后 我又用手提袋 装了一些自热米饭 腊鱼腊肉 红薯干果 这一类体积太大了 我只能浅尝折脂 一大袋够了 最后 我去附近的药店 购买了一些常用的药物 比如布洛芬 阿莫西林 小柴虎等 这下 背上一包 双手两袋 压得我腰疼 但这些足够我生活很久了 要是省吃俭用 绝对不止一个星期 最重要的水 我只买了三瓶 一是因为太重了 二是因为雨女峰上 有天然瀑布 不会缺水 检查了一遍物资 我重新叫车 直奔雨女峰而去 此时 4点36分分 距离海啸来临 还有一小时24分 而陆小野 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接听了 他张口就命令 你到家了吗 记得帮我把遮阳帽也带来 白色那顶 你要是已经出门了 立刻回头 必须戴上遮阳帽 6 听着电话里 陆小野一指气使的口吻 我不有想笑 气笑的 他已经把我当仆人十几年了 我早就习惯了 什么都顾着他 让着他 生怕他动怒 害我遭殃 要不是死过一次了 我肯定依旧害怕 可惜 陆小野再也不能让我害怕了 当然 我没有选择回怼 因为现在距离海啸到来 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要是激怒了陆小野 以他的暴躁性格 可能没心情完了 甚至会立刻往家赶来收拾我 那样的话 他们一家三口 逃生的机会就大多了 好的小野 我现在回头去帮你拿帽子 可能要晚点 才能赶回海边哦 我乖巧听话得很 陆小野不由吃笑 你这卑微的模样 我最喜欢了 继续保持哦 他旁边 我妈也开口 陆小雨 反正你要跑多一趟 干脆把我的化妆品也带来吧 我之前就想戴了 嫌麻烦 我心里冷笑 口上答应 好的妈妈 等我哦 这就对了 懂事点 大家都开心 我爸插了一嘴 难得夸奖我了 我依旧冷笑 挂了电话后 车子也抵达了云女风景区 我没在正门下车 而是在西侧门下车 这里有员工通道 我以前当志愿者的时候 就是走这条路上山的 我抬头看了看 威额高耸的云女风 心里生起了十足的安全感 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 我深吸一口气 带着物资静止上山 港亭里大叔正在打盹 压根没留意到 有人上山了 大概是最近太热了 现在的温度至少30度 这种情况下 傻子才会大白天来爬山 因此我一路上山 气喘吁吁 时步一停 最后都快头晕眼花了 终于爬上了半山腰 这里有广场 还有索道 虽然不见什么游客 但索道和缆车都是开放的 我顺利坐上缆车 一边擦汗一边掏出手机 看看时间 5点26分分 距离海啸来临还有34分钟 此时太阳依旧猛烈 山上无风 压根看不出海啸来临的迹象 但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上一世体验的末日感觉笼罩而来 让我心有余悸 我闭眼深呼吸 感受着缆车行驶卷动而来的山峰 隐约嗅到了空气中不同寻常的气味 海啸或许已经在深海成形了 只是尚未抵达这里 而我在5点47分分时 跟随缆车绕一圈景点后 终于抵达了山顶 入目是那古色古香的道观 太阳直射下 空气都在发烫 因此依旧不见什么人影 我也无暇去找别人 锁定一座偏电钻了进去 里面可以拜神 供奉的是张天师 以前兼职的时候 我给张天师擦过灰尘 我拜了一下 静止坐下 顿觉头晕眼花 四肢无力 太累了 也太晒了 好在一切顺利 我坐在了海拔1200米的道观里 绝对安全 此时5点52分分 距离海啸来临还有8分钟 我拧开矿泉水灌了起来 而陆小野的电话又来了 气 电话一通 陆小野张嘴就骂 你腿断了吗 这么久还不回来 我要穿我的泳衣戴我的帽子 去海里拍照 急死了 爸妈也在旁边催 马上有夕阳了 你赶紧回来 我们要给妹妹拍照 我嘴角勾起了冷笑 夕阳 拍照 呵呵 你们马上就要死了 我再无顾虑了 带着一种发泄的畅快回应 我不回海边了 在家吹空调呢 什么 陆小野惊了个呆 随即破口大骂 陆小雨 你耍我是不是 你不回来 我的泳衣和帽子呢 谁给我拿 你是残废吗 什么都要我帮你拿 18岁的人了 还跟个发育不良的儿童一样 我说的是脑子 啊 陆小野明显懵了 电话那头都安静了片刻 随后我听见陆小野的咆哮 陆小雨 你说什么 我骂我残疾 你骂我没脑子 他这么一吼 旁边的爸妈全震惊了 我爸抢过手机 声音音力 陆小雨 你敢骂妹妹 你疯了是不是 我妈的声音也挤过来 陆小雨 你说妹妹什么 你再说一遍 妹妹残疾 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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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很多遍 迷你 陆小雨 我妈当场破防 她呵护了18年的心肝宝贝 何曾被人骂过 更何况是全家 最不受宠的奴隶骂的 我爸抱吼 陆小雨 你等着 老子回去 把你剁碎了喂狗 啪 我挂断了电话 不听 坐等最后三分钟 5点57分了 爸 最后的三分钟里 由于我不接电话 家里人只能转移战场 跑去微信群里骂我 文字和语音一大堆 但我同样不理会 只是掐着表看时间 还有一分钟了 陆小也此时彻底破防了 她一一艾特我 艾特陆小雨 你真可怜 为什么我能在海边玩 你却要滚回家去啊 艾特陆小雨 你今天真有勇气 让我刮目相看 可惜 全家都讨厌你 还要打死你 我可是从小没挨过打刀 艾特陆小雨 你滚出来 你立刻给我到度假村来 我要撕烂你的臭嘴 我想笑 太好笑了 末日海啸还有一分钟来临 我悠哉悠哉的抱着大堆物资 坐在了最安全的庇护所 而陆小也却在海边破防 跟泼妇一样大吵大闹 我看了都可怜她 于是安慰 艾特小也宝宝 你骂了这么久 可不可呀 渴了喝点海水吧 毕竟海水马上就要退了 再不喝就来不及了 就 下一秒 傍晚六点 晚阳昼暗 群里突然没了动静 陆小也不骂了 我的心莫名提了起来 是不是海水诡异退潮了 所以家里人顾不得骂我了 不料我爸突然给我发信息 陆小雨 你他妈跑去雨雨疯了 我说怎么半天不回来 你有病是不是 大热天去爬山 我眉头一皱 他怎么知道 下一刻 我爸的视频打来了 我想了想还是接听了 一是好奇 二是想见证一下海啸 视频播通 爸妈和妹妹都入镜 他们坐在太阳散下 依旧享受着栩栩海风 海啸还没来 我心里紧得紧 难道重活一世 世界线变动了 陆小雨 你跑去雨女风干什么 要不是我早先偷偷给你手机订了位 还真带不到你 我妈装嘴就骂 我顿时了然 她能订了我手机 陆小雨 原来你去爬山了呀 不愧是神经病 大热天去爬山 哈哈哈哈 陆小雨这回都不气了 继续嘲笑 我懂了 你被我们骂了 只好一个人去别的地方玩 偏偏脑子不行 选了最热的雨女风 我没有出声 透过屏幕观察不远处的大海 大海始终蔚蓝平静 波光淋淋 不会真没有海啸吧 你又哑巴了 以为躲到山上我就会放过你 我告诉你 等老子回家 非得把你腿打断 我爸立即横生 满脸煞气 我丝毫不怀疑 他真的会打死我 我依旧不渝 盯着海面看 心脏越来越紧 终于 六点零四纷纷 海水突然诡异波动起来 然后迅速退潮 见到这一幕 我心里疑松 不由笑了 世界线没有变动 只是我无法精准确定时间点罢了 我的好姐姐 你还笑得出来呀 爸爸会打死你 陆小也吃笑 但被打断了 因为沙滩上乱了 许多人惊诧大喊 什么鬼 水呢 我爸扭头看去 眉毛凝成了一条绳 是啊 水呢 我去看看 他将手机塞给我妈 我妈接着 同样疑惑眺望 谁也不管我了 视频也没关 陆小也突然惊呼 我在课本上见过 不会是海啸吧 识 陆小也一下子猜出是海啸了 但毕竟没在现实里见过 所以他没有立刻跑 而是傻愣愣瞅着 甚至拍照 前边一些救生员挥手大喊 后退后退 快跑 这一声快跑 惊醒了许多人 一些游客开始往后跑 人都是从众的 一旦有人跑了 那其余人也会跟着跑 海滩上乱作一团 我爸冲了回来 一把抱起了陆小也 快跑 好多人说是海啸 我妈大惊失色 抓着手机跟着狂奔 我看见大量晃动而模糊的画面 基本都是乱糟糟的人群 心里叹了口气 这些人跑不掉的 除非运情逆天 能一口气开着车跑赢海啸 否则必死无疑 但今天人多车多 到处都堵 谁能跑赢海啸 毕竟不堵的时候 也几乎没有人能跑赢海啸的 思索间 爸妈和妹妹冲到了地面停车场 与此同时 我听见了浩大而震撼的声音 那是海洋的怒吼 天哪 天哪 海 快看 我妈吓得直哆嗦 只向大海 我爸声音也在抖 这么高 快上车 快呀 爸 让我先上 陆小也声音带上哭腔 一股脑钻进了车里 一家三口 跟鲜鱼一样疯狂往车里钻 手机晃动间 我终于看见了海啸 百米高的巨浪 从天际线浩浩荡荡袋袭来 暖如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巨龙 海水不在蔚蓝 而是发黑发灰 像是地狱里的血浆 奔腾不息 无数尖叫声 哭喊声 回荡在海啸带来的风暴之中 大片人群在推嗓中摔倒 又被踩踏 哀红遍野 轰隆 车子启动 我爸抓紧方向盘 疯狂踩油门 车子搜了一下就窜出去了 然后被挡住了 地面停车场 何等混乱 几百辆车忙着逃命 哪里还有余路 撞啊 爸 撞开前面的车 陆小野发着抖大叫 我爸一言不发 但猛然加速 我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前面的车子似乎被顶开了 但有人惨叫 你他妈疯了 撞我们干什么 我老婆怀孕了 啊老婆 滚开 陆小野臭骂 我爸继续猛撞 得亏他的车子 本来就停在靠近出口的位置 这一番乱撞 虽然撞了不少车和人 但奇迹般的来到了大陆 出来了 提速了 你们坐稳 我爸一声怒吼 将油门踩到底 也不管会不会撞死人了 陆小野扭头看大海 失声惊叫 快点啊 要上岸了 海啸太快了 百米巨浪扑上陆地 何等惊悚 最快了 别怕 有爸爸在 我爸咬牙安抚 但下一秒 他突然见鬼一样嘶吼 没气了 怎么回事 四个轮子全在漏气 十一 我笑出声 刚才我爸冲得太急了 压根没注意到 仪表盘的指示灯体型 直到冲出大陆 他才察觉不对劲 怎么四个轮子全在漏气 我妈哆哆嗦嗦地开口 老公 别开玩笑 快冲啊 你怎么越来越慢了 我他妈怎么冲 气全漏完了 我爸使劲加速 可车子就是越来越慢 而且路上障碍物越来越多 游客丢下了行李 路边被狂风扫落的树叶 全都阻碍了车子 要是轮胎有气 顶过去就是了 可没气了 很容易被障碍物挡住 陆小野急哭了 竟伸手去抓方向盘 快点啊 你会不会开车啊 他病急乱投医 这么一抓一扭 车子打了个弯 竟然撞在了一棵椰树上 一家三口 全都往前面一甩 差点没把隔夜饭甩出来 小野你疯了 我爸气急败坏 尝试倒车 可车子只会轰隆隆地挨你 他当机立断冲下了车 催促道 全都下车 快点 啊 我不要啊 我怕陆小野大哭起来 我妈硬拉他下车 问我爸该怎么办 拦车拦车 我爸大喊一声 张开双手拦车 救命救命 带上我们 整条大路乱糟糟一团 车子一辆接一辆急事而过 压根没人会停下 我看得有滋有味 这不比好莱坞刺激 盘腿一坐 我喝着水 啃起了蜡鱼 而晃动的画面中 终于出现了一辆正面驶来的车子 我爸大喜 兄弟 停下 我妈也上前拦车 哀求停下 但那车子不但不停 反而加速 司机探头大骂 我妈却躲闪不及 被撞断了右腿 倒地哀嚎 手机也终于落地 镜头对准了天空 我听见我妈的哭喊 好痛 老公 救我 快救我 我爸跑了过来 嘴唇哆嗦 你腿断了 小野 你扶你妈妈 陆小野立刻反对 不要 爸 我们快跑吧 海啸来了 不要管妈妈了 陆小野 你说什么 我妈惊得不痛了 陆小野发了狠 你腿断了 我们怎么救你 谁让你躲不开 你 我妈估计做梦都想不到 她最疼爱的女儿 会这样对她 时间不等人 我爸很快做出了决定 她扛起陆小野 头也不回地 冲向了附近的一栋建筑 而此时 海啸声越来越恐怖 宛如一头灭视巨兽 正在步步紧逼 我下的蜡鱼都不敢吃了 但转念一想 我在山上啊 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我继续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下一刻 镜头一转 出现了我妈惨白的脸 她在最后关头 竟然还能想起手机来 她一只手撑着地面 用力地爬 另一只手抓着手机 嘴里哭喊 小雨 你果然还在 救我 救妈妈呀 我嚼着蜡鱼 一脸迷茫 你当我是什么 小雨 妈妈错了 你都提前躲到山上了 肯定知道海啸要来了 你有办法救我的 我妈很机灵 竟然猜到了我的计划 可惜生死攸关的时刻 她脑子已经吓得不清醒了 我 真不是神 我无能为力 所以我摇摇头 做不了 我妈痛哭流涕 不住痛哭 小雨呀 小雨 舅舅妈妈 妈妈以后只爱你 她伸长了脖子 仿佛水里爬出来的尸体 我沉默地看着 三秒过后 海啸如一只剧长般拍下 砰 镜头里的一切都毁灭了 只剩下一片浑浊 随后是漆黑 视频断了 我心脏紧了一下 又释然地呼了口气 妈妈 下辈子当个合格的妈妈吧 12 妈妈被通过后 我并没有失去 关于海啸的信息 因为我爸和妹妹 开始疯狂给我发语音 我不由诧异 他俩这么闲吗 我点开我爸的语音听了起来 小雨 我躲进昌龙酒店了 一直往楼顶跑 这酒店一百多米高 我带着妹妹躲去楼顶 你快报警求救 我报警没人接 记住 是昌龙酒店 我听得无语 这是末日海啸啊 报警有什么用 直升机都不敢靠近海岸了 显然 我爸也是昏了头了 他太恐惧了 只能想到我 他只能求我伸出援手 如我所料 他继续求援 小雨呀 你提前躲到了山上 肯定是知道 海啸要来吧 爸爸该怎么办 酒店会不会他呀 见我不回答 他继续发 乖女呀 爸爸其实很爱你的 只是爸爸不擅长表达而已 父爱无声 你别怪爸爸 我听得反胃 果然恐惧之下 智商归零 他跟妈妈一样 都觉得我能提前避难 或许有办法救他们 可我真没有 我又听陆小野的语音 他急促而恐慌 但声音尽强行有点甜 姐姐 我跟爸爸在一起 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我们 海啸马上冲过来了 我好怕呀 如果我没记错 他十多年没有喊我姐姐了 不对 其实喊过很多次了 但都是在阴阳怪气 比如 我的好姐姐 你怎么又挨骂了 亲爱的姐姐 想不想要我的手机啊 妈妈给我买的最新款苹果哦 姐姐 我其实很喜欢你 哈哈骗你的 诸如此类 太多了 所以我回复他 亲爱的妹妹 姐姐有办法救你 但姐姐不救 陆小野被我骗到了 继续卑微恳求 求我救命 我油盐不尽 笑看他表演 最后他又破防了 习惯性的大骂 你个贱人 耍我是不是 信不信我弄死你 我爸也差不多 他发了几十条语音 我一条都不听 所以他跟陆小野一样 又怕又气 直接发狂 陆小野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们是你的亲人 你知道海啸要来了 竟然一个人逃生 你还是人吗 我爸打出了孝心牌 我直接给他王炸 我没有亲人啊 因为你们都要死了 陆小野 你个狗东西 我 我爸的语音条 只录入了半截 后面几秒 是波涛汹涌的浪花声 和陆小野的尖叫声 陆小野发来了最后的语音 贱人 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哎呀 楼塌了 啊 陆小雨 你不得好死 语音条最后是惊天巨像 夹杂着海浪撞击 抢面声 玻璃破碎声 楼体倾斜声 这下 一切都结束了 我这个不得好死的人 还活着 那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死了 都死了 13 手机再无动静了 我走出道馆 站在观景平台 眺望大海的方向 这里距离海洋 应该有30多公里 是看不到大海的 也暂时不见海浪 可空气一直在激烈波动 一种咸心奇怪的气味 早已扩散到了雨女风 雨女风上也开始喧嚣起来 我终于看见了一些游客 他们刷着手机 震惊而惶恐 竟然发生海啸 听说浪头有一百米高 会不会波及我们这里 我们离度假村不算远 完蛋了 今天度假村游客最多的 哎 胶着的空气在流淌 人人不安 很快 这股不安扩大 马如平地惊雷一样 炸响在每个人心中 因为 在目所能及的天际线 出现了一道黑色的海浪 那是海啸上岸后 形成的洪流 正扑向冒城市区 天啊 快跑 许多人大喊 朝着山下冲去 简直是昏了头了 好在有人理智 扯开嗓子吼道 别下山 全躲在山上 这里是最安全的 混乱的人群 全往山顶挤 有些人打电话给家人 通知逃命 有些人不断报警求救 嘟嘟声不绝 我凝视着越来越近的黑龙 心头胆寒又压抑 道馆的道士跑了出来 呼吁大家不要站在山头 因为海啸一来 立定伴随狂风 众人便全躲进道馆去 我也躲回了我的庇护所 我已经将物资 藏在了张天师身后 吃的时候才拿出来 片刻后 轰隆声炸裂 天穷仿佛被撕开了一样 无数狂风伴随着雨雾 还有那恐怖的海浪 一头撞在了雨女风上 山体仿佛都在震战 我的心脏也抖了抖 好在 雨女风不会倒塌 巨浪的声音不绝于耳 整个冒城都被淹没了 天空中下起了瓢泡大雨 空气中混杂着海泥的颗粒 到处都浓浓浓浓的 入夜后 能见度更低了 但巨浪的声音明显小了许多 一般的海啸 持续一两个小时 已经算夸张了 白米海啸也难持续太久 现在 已经进入了退水期 海水要重归大海 只是已经造成的损失 无法挽回了 我躺在张天师的扑团下 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睡得不太安稳 一直做噩梦 梦见我又被海啸吞噬了 呼吸困难 肌肤声寒 只是死亡时刻 有看不清脸的陌生人 奋力救我 一男一女 拼了命的救我 我在梦中喊 爸爸妈妈 一睁眼 眼角泪水长流 那看不清脸的爸爸妈妈消失了 我正正的坐着 许久不动 这个梦是我内心的写照吧 我渴望爸爸妈妈的爱 可惜爸爸妈妈是没有脸的 因为有脸的爸爸妈妈 根本不爱我 他们不会走进我的梦 摇摇头 我站了起来 内心坚硬如石 外面天色已经亮了 直升机在天空盘旋 大喇叭播放着鼓舞人心的话语 尊敬的各位市民 海啸已经退去 请大家勿要惊慌 救援力量已经投放 请大家遵守秩序 游客们跑到山顶挥手 喜极而泣 更多的人不顾一切往山下跑去 急着去见家人 我眺望山下 只能看见无边无际的黄水 那是海水 正在退去 退完之后 剩下满地疮痍 还有积满水的河道 挖地 以及尸体 救援力量确实投放了 直升机 救生船正在行动 我笑话起了自己 真是多虑了 白屯物资了 太阳已经出来 用不着物资咯 十四 三个月后 沿海一带大体恢复了正常 我被叫去了好几次警局 都是任领尸体的 可每次都不是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大概被拍碎了 或者被海水拖进了大海 总之 我见不到他们了 收拾都收不了呢 家里的遗产自然由我继承 一套商品房 三间商铺 一栋出租楼 对了 还有三百八十万存款 在茂城市 这些资产足够我横着走了 所以我沉默的想了许久 为什么家里这么有钱 却还是那样对我呢 连泳衣都只给我买路边的 其实路边的我也不嫌弃 只是 凭什么妹妹的泳衣是牌子货 一套三百多呢 最后我只能揉揉心口 让自己释怀 有些父母天生就是偏心的 或者说 他们是没有心的 而我有心 所以我总是徘徊在痛苦和绝望中 渴望我的心被一丝爱填满 真幼稚啊 陆小雨 从今往后好好爱自己吧